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美国想租apartment操作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州的法律不一样 所以您可能在签租约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不同 但是今天我以洛杉矶为例 为大家讲解一下如何租这个apartment 首先还是查找房源了 无论你在哪 在哪个城市想租哪里的都是要查找房源了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几个大众网站 就是方便您查找房源的 一个就是我们华人用的非常多的 洛杉矶这个华人资讯网的论坛的租房板块 然后还有国外比较用的比较流行的Zillow Redfin还有Tulia 这几个大众网站也是用的人非常多比较权威的 查找房源之后 我们可以按照网站上面留下的联系方式来预约看房 看过房后觉得非常满意的话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来谈一下租房的细节了 当要谈细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三类出租人 一类是房主 一类是代理经纪人 还有一类是管理公司 我们先说房主出租的这一类 这一类的话操作就会比较简单 租约会做的比较简单 然后您还可以面对面跟房主来谈这个租约的条件 和具体租金的价格 像经纪人和管理公司的话 操作起来就会稍微繁琐一些 您需要先下载和填写申请人 租房申请人的这个表格 然后还需要您的信用报告 这两份文件一起递交给经纪人和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在收到文件后 会对您在之后租房的期间 做一个是否可以按时交租的一个评估 当这个审核通过 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签约了 在签租约的同时 经纪人和管理公司也会准备一份 相当于搬进搬出对比的一份表格 这个是需要双方都来填写的 然后您会被经纪人和管理公司 要求仔细的检查一遍房屋内部 从进门开始整个房子都要检查 检查房屋是否有之前就留下的损坏部分 和之前无法清理干净的部分 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之后搬出的时候 房主退还你押金的情况 因为如果你做了过多的损坏 或者是又有无法清理的地方 房主有权利来用你的押金做修复和清洗 上述三种情况都签约完成后 出租人会告知您水电煤气网络的联系方式 然后您可以自己来开通这些服务项目 交了第一个月的租金和押金之后 您就可以拿钥匙搬家了 这是我教大家如何租儿童谣 当然了给大家一些小意见 如果在您搬出的时候 我建议您把房屋内部 如果是您造成的小损坏的话 自己想办法修补一下 还有就是地毯如果脏了 地板如果脏了 可以找人来清洗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 房主之后退您押金的情况 你当然自己弄得越多 房屋状况保持得越好 房主会扣除押金的部分就会越少 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